另外市民代表田真琪则是认为 市长魏家宴的市政愿景过于笼统 他提出了包括整合四个工友市场 异地兴建观光市场 打造国福清子贡荣公园等建议 希望市公所能够参考研议 有创意的打造新花莲城市 市民代表田真琪认为 市长魏家宴的市政愿景过于笼统 他提出包括整合四个工友市场 异地兴建观光市场 还有打造国福清子贡荣公园等建议 希望市公所能够参考研议 有创意的打造新花莲城市 市长上任也已经即将满一年了 但是从市长的市政报告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见 市长未来的市政规划以及方向 因此我今天也在大会当中提出来 并且请市长跟市公所团队 对于未来三年甚至是七年的 这个市政的方向一定要好好的来拟定 那包括我也提出希望 公有市场在花莲市的四间 除了重庆市场以外的四间 能够把他们做一个整合 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切的位置 来做一个异地兴建 然后经营一个现代化 观光型的传统市场 然后来带动商机 那除此之外对于国福这块 这块很大的腹地 我也请市公所一定要尽快的来活化 未来如果可以打造成一个 亲子的有特色的 符合在地元素的共荣公园 我想是当地的民众更期待的 另外田真旗也针对中山公园的环境维护 包括是否禁止机车进入 禁止吸烟丢垃圾 还有流口便的问题 希望市公所加强监督管理 介络会幻视报道